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Bobby媽你好 大姑媽你好 是的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觀眾都開始孜孜地我 很喜歡中醫這件事 我一向都很相信這件事 有一集說了關於女士有五房 對 沒錯 公房這件事 我這次很想分享關於男士都要有三養 養什麼 不是養小三 養車養樓 養小三 不是這些 沒錯 養生的養 養生的養 三養的意思是養命門 養命門 是 然後就是健脾胃 很需要健脾胃 真的嗎 當然啦 因為他們全部不健脾胃的發展就是 大家檢健的身形都有少少肚難 哦原來是這樣 是的 中下朝功能性下降 哦 還有一個叫做月心情 哦 如月心情 如月心情 我在想著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就在想著 男士如月心情 要的 其實這個是阿健康來的 因為其實男和女有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女人遇到一些不開心不如意 或者人身谷底 終於知道不開心 我們是會 我們會找對象 找樹 弄傾訴 我們容易釋放一些情緒 或者一些發洩 可能是差別發脾氣 或者扔東西 自己不開心 自己躲起來哭 正能量一點就是找人去傾訴 宣洩 被人排解 開解 但是男士可能 我不敢說 個個都沒有 但是呢 他們有些 因為性格問題 因為生活圈子問題 或者有時候 因為那個個性 就是可能那個男女的分別 他們都未必 他們未必知道自己原來 存了很多這些 但是這些都很影響 因為影響的身心就是 心靈上的當然不要過 因為你很抑壓 或者你要包裝自己 有時候是否 可能男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請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請強 覺得有個體面 或者角色扮演 可能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未必會和太太慎 又或者未必作為兒子 和媽媽和爸爸去慎 或者工作的夥伴裏面 可能不肆虐 是啊 一定會有影響 但是挺影響過肝腎 哦 原來是這樣 是啊 有時候他們一睡醒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們因為心情或情緒 會影響他們的身體狀態 他們睡醒那一刻 已經開始不是很精神 又或者有時候覺得很累 是的 提不起勁 是呀 是呀 嚥嚥嚥嚥 他們又不是M度 但是他們會有那個情況 哦 所以就是 他們都有乾屈 是啊 中醫師的分享 男士最好要注意這幾件事 都是要有三樣 最少要好好做好他 發洩了他 做好他 今集我特別想分享 關於養明門這件事 怎樣的明門 你還沒到明門這一個站前 其實他還有幾個月位在上高 哦 其實他是這樣摔下去 我們順著經樂的走勢去按摩 其實這是一個寶 我們叫寶 寶 我們有分寶和射 你突然之間兩個靈機一觸 所以你可以前面幾個站 去按摩就可以了 是啊 是啊 不需要在正確那點 是啊 不過我看那本書 它很有趣 它反而不是在這個站位那裡按摩 是 它反而是在腳位 按不到的 在腳位 有一個替代方案 有替代方案 湧泉穴 泰溪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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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我先想想 會不會是泰沖 是 是啊 因為他們都是三寶 這三寶 是啊 是三寶 很想大姑媽究竟這幾個月位 起碼給大家知道 在哪 你按不按到一件事 湧泉大家知道是在腳板 如果整個腳板 腳趾的話 其實是在腳趾下 總之腳板 如果他們分三分 頭的三分一 就是腳板 大家其實可能 在Google 其實你都 湧泉位置可以看到的 所以腳板 是我們的神經的尾站 我們去按摩 有時候腳仔按摩的時間 它很喜歡幫你按在腳板底的 這個是油的 大家千萬不要大力按摩 是啊 因為其實很容易受傷的 你經常游一下它 又或者有些按摩球 在迪卡龍或者淘寶買幾十元 我就怎樣呢 我的方法我買那個波波 你不買的 其實網球就可以了 我是很喜歡 坐在辦公室的時間 是的 我是會踩著那個波 然後在腳趾來趾去 去刺激 總之去 去Active rate 你下面腳板裡面的穴位 好方法來的 是啊 沒錯 你這樣日子有功 整天自己做一下 又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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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方法 我們在說湧泉穴 因為如果是我們中醫來說 其實我們湧泉就是 顧名思義 其實他們的名字幾有意思 就是可以去知音 噢 即是那些泉水的來源 是的 泉水的來源 或者我們滋陰的來源 因為我們這裡有個肩頸穴 其實按摩肩頸穴 其實我們就要塗井 希望它可以把這些濾水引上來 其實它是related 去到井水 井底下地 就是它會可貨 退回一些經絡裡面的東西出來 它們也是一個雙聯 那你說泉溪呢 就簡單來說 就是一隻腳 你一定要有個腳眼 是嗎 是 但很不方便拿一隻腳出來 是 腳的 是的 腳眼 有分外面和裏面的 是 外腳眼 是 腳眼的下底 哦 腳眼的下底 是的 當這個腳眼 是的 下底 總之你就知道腳眼 是 是 知道 內側 兩隻腳 換句話說泉溪是孖 我們的穴位 其實都是打孖 除了刃和刀之外 全部都是打孖 哦 泰溪呢 還有一個什麼 泰溪呢 泰溪很滋陰保腎 哦 如果你真的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不一定是男士 我覺得女士都需要 可以的 所以為什麼泡腳這麼重要呢 泡腳 你泡到腳眼泡過 啊 又是幫我手的 泡腳免費 我很喜歡泡腳 另外如果你到冬天乾燥 你塗Lotion的時間 你就多些去塗腳眼 是啊 摸一下摸一下 或者其實平時 浪腳上來看劇集的時候 又可以自己按一下按一下 就是你成為了生活小習慣 其實也挺滋陰保腎 因為這個穴位是 它很促進看內的那些叫陰液 我們陰份的液態 其實那個Monsture 令到 為什麼叫滋陰滋陰呢 你每一個的關節 或者我們每一個內臟 都需要一些的陰液 就是陰陽的陰 包括我們腦裡的脊髓 我們胃有胃液 肝膽有的膽汁 其實他們都需要一些的液態 他們要滋養 我們年紀大了之後 很容易流失 或者我們沒有補充 很多人的關節開始會出現狀況 關節有時的勞損性 因為它不夠滋養 譬如你有肝燥症的時候 也是這樣 至於你的腳太沖 更簡單 我們五隻腳趾 當這是腳趾弓 第二隻腳趾 明白了 我們有指紋 剛剛我們看手 也有一個三角形 同樣道理 在腳板面也看到一個三角形 如果你的手指也有一條 有條橫紋的話 將它放在你的腳趾弓 第一還是第二隻 放在這個穴 剛剛壓下去 這個就是太沖 是的 這個就是很射的一個穴位 射乾火 有時候喉嚨通通 熱氣生肺脂 你可以用少許Lotion 我趕快回去告訴我老公 這樣游一下它 當然是腳趾 可以一陣子生口瘡嗎 可以嗎 我又不敢說一朝半夕 但你可以去嘗試一下 通家通家 其實有些人乾火 或者是夜睡 熬夜 總之本身有些實熱症 你按下去 這個三角地帶 是會有少少冤的 這樣就對了 每天都要弄的 是的 所以換句話說 無論那個Point 即是無論是腳眼外邊 外邊 又或者是腳板底 腳板底 甚至乎是剛剛這個 腳面 太沖越都好 其實成績腳 你當腳掌的話 這個多值得呢 投資時間下去 是啊 你塗些Motion 是啊 當然了 你可以加精油下去 加精油可能是 效果會強些 好些 因為有針對性 你問我 如果加精油可以加些什麼 可以加些什麼 這次這個就是聖白 性價比高 即是可以真的 便宜一點 還有外面是 買到的 有一種精油就是叫做薑 薑 薑 真棒 真是薑味 你可以聞一下 不行 我煲薑汁可不可以 它比薑更加清香 它有那種清香味 好像那些泥泥筋 是的 因為其實它不是真的 新鮮薑味 它真的用薑的筋來做蒸餾 它不是用整塊薑的 它是用這個薑筋 但是當然 今天科技發達 其實外面有整塊薑的精油 但是那些不是蒸餾 它是用另一個方法去提取 但是沒有所謂 就是薑就可以了 經濟的 經濟的 是經濟的 接著就是一個 你可以用一個叫做杜松果 就是我們常常人喜歡喝酒 就是喝瓶酒 是 瓶酒 瓶酒的其中一個成份 就是用杜松果來做 那種 它是有精油的 那你不用呢 替代品就是絲柏 絲柏 絲柏 它又出現了 可以用絲柏 絲柏 絲柏是挺划算的 對 也挺划算的 而且價錢都可以 因為聽你說不止一次的 絲柏 你會找到 然後有一種叫做玫瑰天竹葵 玫瑰天竹葵 經濟一點吧 雖然有玫瑰兩個字 是的 因為它不是真是玫瑰那些 但是也是經濟實惠的東西 你可以就是 我覺得你不一定要混進植物油裡 如果是藍士門的話 你真的好像剛才你說的 你隨便買一些凡士林也好 不知道什麼 Lotion也好 Nithya那些 其實那些萬名牌也可以 幾十塊 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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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一滴 好像上次你教我們那樣 那些面霜 真的滴下去 是啊 你就在那裡按按按按按按 那它們是不是無毒有偶 都有相類似的功效 是啊 是的 其實是針對 剛才你所說的所有的東西 可能是行氣活血也有 針對一些的神經也有 或者一些循環也有 什麼鬼都有 不過大家拿到的名字 可以自己去Google搜尋 是啊 當然 剛才大姑媽所說 其實就這樣刺激穴位也可以 是啊 一定是真的精油 當然你不可以 因為其實你皮膚都很嬌 無論是男和女都好 你不可以直接按按按按按按按就不行 你會損傷的 另外可以是油 有些會用按摩油 至少有一個導體 你令到這個動作不斷重複這個動作 你不會選到一些表面皮膚 當然學花摩表 其實有針對性的精油 去作為一個導體 再多了一件事 就是它本身是真的有這樣的功效 但我又很明白的 如果你說對男士來說 有時有時候不會 叫他們整息整水 最簡單最快 像你所說 我自己買些Lotion回來 就在這三個月位 上按按按按按按 腳眼 其實是外側的腳眼 腳底 腳底也不是太適宜塗Lotion的 你會慢慢硬硬硬硬 是 都說是輕柔的 是輕柔的 用雙手指 你千萬不要那些不斷揉 你不要這樣的意識 其實全部都是輕柔 另外就是我們腳的位置 太充裕了 可以是Lotion 可以是浸腳去做刺激 給它溫度 另外當然是可以加一些精柔 甚至乎喊也可以 溫度也是可以的 那是那幾個月位 是 沒錯 我先生如果肚腩有一定的情況增長 我就會先作出警戒線 他自己拿一支喊 就會喊一段時間 這樣就會縮小 他真的喊那幾個月位嗎 他喊和會喊之前我們介紹過的十字位 是的 我覺得真的人到中年 真的開始要注重一些養生保養 因為其實往後的日子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年歲有多少 我覺得自己哪怕有些病患要麻煩別人照顧自己 我自己不想別人是一個婦女 我自己的心態是這樣 所以我就很緊張一些保養上的事情 還有我相信接下來的十多二十年 即往後的日子的話 當我們成為了長者的時候 應該多大部分的 我們都是沒有下一代 是的 其實我們是時候要想想怎樣去經營好好自己 因為其實這個其實都是一個自己給自己的禮物 是的 其實養生不花時間的 你只要你走對路或者你的心態是對的 是一個日常生活 你將它融入家中就可以了 是的 總而言之生活養生 不要浪費那麼多錢 是的 有錢有時間就出去給人按摩 是的 不想花費 不想Q餐 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好 那就到這裏了 我們下集再見了 OK 記得CLS 我也要大家幫幫忙 在未養生之前也要給我們一個讚 我們有個實際的鼓勵 留言分享 甚至乎有提問的Mobie的話 都會盡快解答大家 下集再見 拜拜